Ch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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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u 今天我就是音乐剧主角 Chuini Tony 童话音乐剧 小红帽 你好 小红帽 你好 小红帽 你好 你好 亲爱的朋友们 我就是大家说的 可爱小红帽 每天每天带着 我的小红帽 世上唯一的一个帽子 就是亲爱的奶奶 给我做的 可爱小红帽 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 小红帽 你去一趟奶奶家 奶奶身体不好 吃了这些面包应该会好起来 不要贪玩 快点去奶奶家 当然了 妈妈 请不要担心 我小红帽 一定会快去快回 小红帽在去奶奶家的路上 走进了一片树林 我要把面包带给奶奶 这时大灰狼出现 对小红帽说 小红帽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小红帽笑着对大灰狼说 我要去奶奶家 奶奶家在哪里呀 在巨大的橡树下的 一个小房子 大灰狼开心极了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先过去把奶奶一口吃掉 等小红帽过来也一口吃掉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小红帽 带一些花送给奶奶 她一定会很喜欢 大灰狼把小红帽 带到附近的一个花园 哇 这里有好多漂亮的花 小红帽摘着花 没有发现大灰狼已经走掉了 大灰狼到了橡树下的房子前 她敲着门 捏着嗓子说道 奶奶 我是小红帽 我给您带来了美味的面包 快点开门吧 是小红帽来了 门是开着的 快进来吧 大灰狼一下子跑进小小的房子里 大灰狼将躺在床上的 让奶奶吃掉 大灰狼把奶奶吃掉以后 隔的一声 打了个宝格 她穿上奶奶的衣服 打扮成奶奶的样子 等小红帽过来 奶奶的衣服 奶奶的帽子 戴上奶奶的眼睛 躺在奶奶的床上 现在我就是奶奶 嘿嘿嘿 就等小红帽快点回到家 小红帽来到奶奶家 她发现房子的门是开着的 奶奶 奶奶 我是小红帽 您在哪儿 从房子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可爱的小红帽走到床边来 快点 快点 再走近一点 小红帽走向床边 可是奶奶的样子 看起来有点奇怪 奶奶您的耳朵 奶奶您的耳朵 为什么这么大 那是为了要听起你说的话 奶奶您的眼睛 为什么这么大 那是为了要看起你的模样 奶奶您的嘴巴 为什么这么大 那是为了我要一口吃掉你 哈 雨下子吃了这么多肚子成的动不了了 我要睡一觉 大灰狼打着呼噜睡着了 它的呼噜声太大 经过房子的猎人听到以后走了过来 嗯 这是什么声音 猎人看见房子里的情形吓了一跳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奶奶的床上 大灰狼在睡觉 猎人看见大灰狼鼓起来的肚子 拿起一把剪刀走了过来 咔嚓咔嚓 用剪刀去剪开 奶奶出来了 咔嚓咔嚓 用剪刀去剪开 小红猫出来了 大灰狼 它还在打呼噜呼噜 太好没有醒过来 可是该怎么办 如果大灰狼 醒过来呢 猎人和小红猫捡了一些石头过来 把石头放进了大灰狼的肚子里 奶奶用针和线 把大灰狼的肚子缝上 悄悄地别弄醒他 噓 一阵一线一定要仔细 一阵一线一定要封好 大灰狼睡醒以后 看见猎人吓了一跳 当他逃跑时 因为肚子太重 身体摇摇晃晃 哎呀我的肚子 哎呀我的肚子 大灰狼 大灰狼双手抱着肚子 咕噜咕噜滚下去 咔 大灰狼走了以后 奶奶的身体也好起来了 小红猫也轻快地迈着脚步回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